台北市政府現在把所有的公車站牌 都給它換成這樣子圓桶式的站牌 我們小時候它就是這樣一個站牌 我們可以看上面畫的這個圖線啊 這個路線啊什麼的 它現在變成圓桶狀 就是上面都寫好了 哪一站哪一站停 然後你自己在那邊這樣轉了 就可以看清楚嘛 但是啊這個不便宜哦 一支的站牌就要一萬二 其實平常如果類似的設計 同樣的東西大概四千塊就買得到了 但是呢我們的台北市政府採購要加一萬二 那品質應該也是三倍好吧 結果發現很多的站牌啊 就卡住了根本轉不動 只好自己傻傻的繞著站牌 三百六十度的來自己轉哦 這台北市政府新的圓桶式的公車站牌 雖然台北市希望呢 讓民眾能夠很清楚的看到公車的停靠站 不過還是有民眾覺得這樣轉動的方式 其實並不方便 要費一番力氣發出嘰嘰嘰嘰嘰的聲音 才轉得動公車路線表 經常搭公車的正妹抱怨 用兩手轉已經很吃力 如果遇到上下班尖峰時限 手上再拿個東西 想看公車到底哪站有停 就只能原地轉圈圈了 真的不太好轉耶 如果剩一隻手的話 最後可能 台北市政府委託公車聯管中心 並在全台北市設置了兩千五百支的圓桶式公車站牌 每支造價一萬二 花了三千萬 卻定做出卡卡站牌 雖然不是公預算 但卻攸關市民行的權益 北市府趕緊補充說明 我們在九月底 聯管中心也是把全市整個尋過一遍了 那確定說這個部分應該都是使用上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後續呢 民眾有覺得說有個別的 有一些轉動不易的情況 我們都會請他們立即做改善 圓桶站牌便不便明 見仁見智 但不管是公部門還是民間單位 既然花大錢設計製作 好不好用 才最實際 中文青雄林事件 李玉喬太平報導